又出現恐嚇信 在28號 林務局接獲恐嚇信件 內容提到將在5月1號 進到阿里山對遊客不利 還有放火 警方接到這樣的消息不敢大意 在阿里山加強巡邏 嚴加戒備 原警揮揮手 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入口前 將車輛攔下 每台車仔細攀查 就怕有人攜帶危險物品 刪得 要注意細菊的安裝 進入遊樂區內 原警也不斷向遊客宣導 並在整個園區 像是廁所 餐廳等 從上到下通通檢查一遍 警方繃緊神經 嚴加戒備 就是因為林務局接到恐嚇信 林務局28號接獲恐嚇信件 內容提及 準備了5個燃燒品和1個匕首 預告會在5月1號進入阿里山 對遊客不利和放火 而且會在臉書同步直播 對此林管署當天下午立刻報案 警方加強巡邏 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人事物 不過恐嚇消息一出 還是讓民眾有些恐慌 恐慌啊 就跟著聊天啊 大家要出門還是要小心啊 警方初步調查 發現信件IP位置來自境外 和今年3月預告在桃園松山機場 攻擊案件數名相符 無疑廉價才剛展開 就收到恐嚇信 既見人真實身份 以及動機是什麼 警方將全力搜查 記得 蔡重吳 嘉義報導 參與